桃園的交通局長目前也是屬於比較難有反對 可是你們都沒有參與會 交通局都跟我說你們反對 他們是贊成國道這一塊 國道對 我說我們都沒有任何違規的紀錄 你們既然局長也不反對 那為什麼王局長可以告訴我們下面的人有經過你同意嗎 還是他們自己去判斷 中央市長跟您交換個門票 我們去中央派會的時候希望規矩派員參加不要都沒有意見 因為沒有意見中央都說你們反對 他是我們最痛苦的事 他會說你們沒有意見算反對 第一次遇到這種說法 但是我打電話 你跟我們環保局局長同名字 局長最近公車站白頭出現毀謀的原因 1 2 3 遮到民交通局 1 2 3 1 3 1 3 1 4 1 4 1 3 1 4 1 4 1 4 1 5 1 4 -你幫你傳就好了嗎?-好好好 -我們中文也知道文類啊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你要像這樣好了嗎? -那這個你跟阿宣宅就好了嗎? -好啊 阿宣宅 -治什麼?治人 -治人 治人 -治遠 治遠 治學都故意找民主主義 -好啊 -理事長 你有空啊 -理事長應該一直中 -他一定 -這樣比較好 -不是你應該這樣從這邊開始開了嗎? -從終結那個角度去拍 -可是市政廳會看不到 -那你就走 -走過來一點就可以了 -就有空檔了 -阿宣宅太高了 -我沒辦法面對 -好啦 沒啦 沒啦 -一 二 三 -你是去 weaknesses -天皇上上 reg -在噴泊廟 -我沒有啊 裡面我一點沒有 -:「都沒有我沒路 -就問兩個 台十線嘛 -車試過兩次 -大亞聯羅道 -你說 -這種事情 -因為沒有那個 -對親熟了 -那條台十線耶 -有關利 有啊? 對 事情跟我們一般車輛跟重新機場有在統括那個 對,對,對 你不停車,學生那樣要不要上去 因為其實學生... 我們前啊 其實都沒事 可能還比大 你往哪有安心 我們就上班校 因為我還可以出去 會比較下去到台灣大道 對啊 其實會...會...會一條橋 拜拜,謝謝你喔 拜拜 對啊,你當然要接著 我們開一台而已啊 阿宣仔你有嗎? 我有有... 不是要紙本紙才可以消貸 好,謝謝 謝謝 紙本,不是要寫稱號嗎? 今天主要是做修正的那個 理事長昨天就在找你 台灣人的交通局長 目前也是屬於比較... 沒有反對 可是你們都沒有參與會 對 高空局都跟我說你們有反對 你可以幫我寫一部分嗎? 不可能有辦法 我就問一下我們的負責專案的專頁 問一下為什麼會是反對 反對 他們實際上贊成國道這一塊 國道對 我說我們都沒有任何違規的紀錄 你們既然居正我們也不反對 那為什麼王局長可以告訴我 下面的人有經過你同意嗎? 還是他們自己去判斷 對 柏柳可是都沒有紅綠燈 人家也沒有交通事故 雖然島是小人是少 可是人家挺正常的 沒有我們保護過頭了 所以大家更加阿達 我根本不會用 台中開車下來 沒有保持車間距的習慣 所以才會為助力前方車 對 沒有了 保持車間距以後 它的速度就降到50 他之前是台北市的交通集團 每天餐廳 他現在在宏甲大學交通教程 但是台中交通相關議題都會用 所以如果台中 他沒有份量 他以前是台北市的 柯P叫他出來 前面柯P做事 可是台中的路有點迷茫 就是他每個路段速限都是不太長 沒有 桃園就是高架車子都上回去 我現在我女兒情已經畢業了 他回去上班每天要騎一個小時的 摩托車道斷運 再回來 那個六六快速在那邊 他騎我那台山崗 我之前不是載你去那台 國三甲那樣 然後我女兒子要延續你的這個對比 沒有延續延續 沒有他有時候開車去 你愛整個用 交通工具你自己選 你覺得你能夠驕托驗嗎 然後桃園的交通環境 他加入他也會騎他BUD 300去上班 我想說公司同事就會立場競爭 女性會喬中車 因為很多男生還不敢騎 或者他根本就還沒有資格 因為你沒有大型重型機車這樣照 你只能騎王牌 一般只能騎王牌 我這台1251公升跑50 給你一台1公升才跑30 那搭配著用 不用一直開車受不了 太貴了 這個喜不喜歡的問題 他自己就會去改配 我覺得也 他們也常常記得你啊 我們以前常常碰面的時候 他們兩個也跟著去 小跟班啊 我家兩個女兒不是小跟班 對啊 好 我們現在再開會 不好意思 拜拜 下次來大溪找我們 我可以讓你做大溪的導覽 我們參加日文的導覽 進去 拜拜 拜拜 所以要先到B1嗎 你車也是停在B1嗎 在戶外 露天那一個 那你拿日章的墓地 這個是停地下的 這是要去停地下的 那個開完會可以開始討論 要吃什麼 地下吃啊 地下吃什麼好吃的 剛剛有吃人家港麵牛 有 有 那個士官長那間是不是也是很 對對對 可是沒有開喔 有開喔 所以士官長比較 人家是比較 大家 會比較 在地人知道吃的 在地人吃人家 在地人吃人家 吃人家 去看就看不問人家 都市人 都市人 來 海山 變成阿爽 你看 那查 我查就說 這不會吃 他就說我是 小弟 沒開 一起人就沒開 人家很高的都沒開 我沒開 我卡在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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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已經在市政府等了 我說快點快 現在要在市政府 結果一來 他還沒有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你連阿拉伯之後 哪裡 白頭這麼遠 他怎麼到D1 我以為是 今天是理事長來接代表 我們坐長足 還是有人聊個天邊 我想說 他來沒有坐 他跟咖啡店一起坐 好 好 我通知你也 我想說 接著你 哈囉 我也不敢入獄 我怕放在街上 加一個人 把理事長來 你還在這邊吃飯嗎 你們在台中 還是等下 要回桃園 要吃飽了 在閃車場 好 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先 地下 現在有沒有開 對 地下 地下間美食 你怕啦 這邊 他這邊不就是人家下班 他還跟著下班 對對對 是公公公 你現在有說平常可能 他還會 平常可能也不會的 下班時間 這邊是惠中路附近的美食 要方便停車喔 最喜歡這個我小吃 那個面還真不錯 哎唷 我感受 因為就是它麵口感不一樣嘛 不是一般那種刀削麵什麼 它就是 就像北部那種 北部吃不到 算是比較 眷村 眷村 因為我們其實那附近也有龍潭啊 可是它的麵體基本上 吃起來口感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龍潭那個西里村 水質也不一樣 手法不同 有聽到有人講 氣絲 霧峰還有果道是號 我聽到一點 沒有 你高通叫你在翻桌怎麼辦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不可以跟人家去中央而已 地方在幫我們做貴 對 你現在高雄 高雄也是一樣 有一群人就專門去對付 這個 交通局 喔對 你對付啊 我們都對付也謝罪了 但是 大家都同意了 你說你還沒有 對啊 對不對 只要是都不同意 不同意 因為有三個叉叉 其實我們都知道啦 地方政府的交通局 很容易就因為一些時局可以下台 這個我們很清楚 保交通局 剛才那個就是中央宇 中央宇剛才那個就是原來的台北市 我們跟阿翔在說 喔 就是 剛剛中央宇 中央宇 中央宇啊 好想到 一樓一樓柯P 柯P的交通局長 對 陳迪市長站對不對 你看 還可以遇到他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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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輪 請注意安全 加力大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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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輪 右腳輪 請注意安全 加力大輪 加力大輪 嘿 嘿嘿嘿 這是騎隊 這次騎隊 加力大輪 倒 還有支持 嘿嘿嘿 睡過啊 白色 怎麼有種 台湾交通安全協會 沈理事長 大家好 台湾交通協會的理事長 台湾交通協會的理事長 叫大家叫我容易就好了 容易 今天台中 市政府邀請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參加 算盜案會 知道大家應該現在很 想知道今天到底裡面聊什麼 為什麼會 頭一次台中市政府邀請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來參加這個 活動參加這個會議 問陳理事長 最重要的台灣交通協會 不斷的跟交通部 各個部會還有立法院 然後包含參與 各地的會刊 還有我們提出一些提案 那也受到了 很多車友的支持 與幫忙 也受到廣大的支持 藉由大家的支持 我們跟工部門 也產生了一些互動 藉由這個互動的影響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也成為民眾 公民交通的一個組織 已經不是官方式的這種單位 那正式的展開 這個民間與官方的對話 那爭取我們應有的這個 權利和這個 提升交通安全的這個訴求 我們可以達到 那他們 也體會到我們存在的必要 那在開會的時候 也現在有很多地方的 這個大安會報的部分 包含新竹的部分 還有台中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擴集到 這個各個地方 有很多地方的車友 也很希望說交通政策 能夠透明化 能夠廣泛的參與 然後表達出自己的意見 所以這次我們接受到他們的邀請 我們也非常的高興 那我們可以受到一定的重視 那代表我們交通公民的權益 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確保 所以我們就專程來台中 跟他們來面對面的交換意見 喔 那今天主要 應該說 他們官員 看到我們機車路線團體 他的態度是怎樣 是不是有誤會 誤會什麼 我們是什麼部門還是什麼 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長期跟中央部會的 這個 溝通協調的過程當中 也讓他們認定說 我們有點這種 辦 有點 這種 官方性質的 團體呢 都沒有辦法做到的 工作呢 既然有一個民間組織呢 他可以達到這樣的 訴求跟目的 況且 在這個 很多 這個議題上面 經由很多 車友的 大家互相的協力 手牽手 新連心 去開創一個新局 包含 很多 摩托車的 車友組織 跟交通安全協會的部分呢 也統合了 大家的意見 然後呢 跟 各個協會保持良好的互動 然後 大家 表現出 這個 團結的氣象呢 當然 人家就會 人家說 我們要團結 團結才真有力嘛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團結 真有力的一個 最佳的表徵 所以 他們認為說 應該邀請這個 民間的團體來參與這個 道安匯報的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就 我知道大家很想知道 到底今天聊了什麼 就是 安全督導匯報 第125期 那 最重要呢 在這個匯報當中呢 當然他們 他們最主要的 一個 訴求點就是 要用 這個 違規祭典的部分呢 希望能夠做到一個 先騎的作業 因為 我們有提出一個 就是 這個 交通公民的訴求呢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 消除這個 無良無謀的駕駛 他就沒有良心 他開車的時候 就謊神一樣 對啊 會製造出很多 危險 那危險呢 就是說 摩托車是占了 山王的百分之 六十七十八十 對 然後 這個二十二歲的 機車主呢 是傷亡最嚴重的 其實 這個牽扯到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沒有保護相對弱勢 交通載具的用路人 他開大車的人啊 或是 他們一天到晚講 鐵包的肉包鐵 既然 你知道他是肉包鐵 你為什麼要靠他那麼近 為什麼要逼迫他 對啊 對 應該我們正常的人 我們用了相對強勢的交通載具 我們會去 由心裡面想去保護弱勢 包含你看 我們在社會上的法律 我們會保障的是什麼 複佑 你沒有說保障 猛男吧 對啊 對不對 所以 現在在違規紀點的方面的話 因為我們實施的部分就是說 將來為了保障大家 在高快速公路上面 將來我們高速公路也要開放 如果按照目前這種大車逼小車 歸車行駛 不尊重弱勢車種的部分 那 造成的危險不是大型重機 或是白排摩托車造成這些 汽車用路人 其實汽車的用路人啊 是一個錯誤啦 其實 應該我們講是 機動車的共同用路人 對 因為 汽車是一個不存在的名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車子 就不是以前那種燒煤炭的 用水蒸氣在跑的車子 那你用這個1968年道路公約 我們設定 我們在民國57年 也就是1968年的 這個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這個是 將近50年前的法律 那你用那個清朝的名詞 來界定交通工具 那當然一天到晚搞不清楚 還有什麼汽車啦 機車啦 小大車 那搞不清楚 對不對 然後才在那邊 對於這個相對的這個路權呢 也分不清楚 所以在那邊機快車啦 機慢車啦 如果有機慢車 那我機慢車就是 是時速低於25的 車種 對 那既然我們以25公里 那就是有機慢車 就相對就有機快車 對不對 對 你看台中啦 分隔島啦 分隔島 所有摩托車都在那邊 所有用路人 這麼大的道路 我們要求公平用路 至少分一半嘛 四線至少分兩線嘛 對啊 五線至少有三線嘛 這麼多的摩托車交通公平 對不對 一千四百多萬跟八百多萬 你為什麼把道路只有給它 四分之一的道路呢 所以這個違規紀點的部分 其實最重要是要 消除所謂的 無謀無良駕駛的部分 那我們一定要 確保 跟為了我們將來用路的安全 大家要和諧用路 要互相保障彼此的權益 安全它才會存在 否則他們每次都講 這個安全這個假議題 為了安全不讓你用路 不提供良好的道路規劃服務 那怎麼來保護我們的用路權呢 所以 這一次 他的 道路交通督導會報的時候 他們在講的部分 其實 有針對駕駛人的部分就是 所謂的 職業駕駛人 還有就是說 普通車的 就是一般的駕駛人去做 那 如果計滿六點 那就 會扣照 兩個 兩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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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嚴重的話 就是釣照 或是 禁止它行駛以後 一年三年 不等的這樣的 就是跟 日本的先進國家 的那種規制 我們要 怎麼講 要進化嘛 對不對 所謂的 超音感美 追上日本 所以這個祭典的部分呢 我們相對來講 我們希望說 當然他們有一些 配套條件說 他們可以接受自費講習 可以把點數補起來 但是我們在當下 我們提出我們的意見 對於 常態性的 這種 不良駕駛 他就是常常違規 常常逼車 常常做違規事項的東西 會 傷害到別人生命的舉動 那必須要做 一定的 這個處置 那 要求警方呢 不是只會抓兩段式左轉 對不對 你老是抓兩段式左轉 兩段式左轉 啊 再怎麼嚴重 我們說白一點 兩段式左轉 最多是自殺 對不對 最多自殺 最多自殺 有人會騎摩托車去自殺的行為嗎 對他們講的好像是神風特工隊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摩托車傷亡很嚴重 尤其是大學生 那這一點我們要提出嚴重的聲明 對 這個 所有的交通事故呢 應該是交通觀念的建立比較重要 那那個不是18歲到22歲這個傷亡最嚴重 應該不是建立在說他們去跟大學生去講交通安全 而是從小 從出生以後幼稚園也好 國小有國小的交通安全知識 國中有國中的交通安全知識 到了他要考照之前 他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嘗試以後 他要去考駕照去檢核 他這18年來 他獲得的交通知識 適不適合用路 那他的身心既然健全 他就有考照的資格 考照呢 是用路權的保證書 那你國家發的駕照 你要有核實的能力 不能給人家駕照 就說他沒有資格用路 他沒有本事用路 他們根本就不會騎車 不是啊 駕照是你發的 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有沒有一個國家 一個學校 好讓你念了 念到大學畢業 給你一張畢業證書 你這個畢業證書 我可不做任何保證 你的學習能力 我也沒有給你一個guarantee 沒有保證 然後 你這個東西 如果有公司 來問說 你是不是這裡的畢業證 畢業生 我也說沒有 那個畢業證書 是發爽的 每個人他念都有一張 所以 這個不代表他有什麼能力 這是錯的 駕照 是我們用路的權益保證書 就是代表我有充分的資格來用路 對 那所以你要 用這樣子交通安全的教育 還有就是說 必要的訓練 還有我們要求說 這個 安駕 不能只是針對 機車用路人吧 對不對 安駕是大家都 要有的 一定的一個觀念 汽車 汽車大車 所以當然這次 就是開會的單位 有很多都是 警戶機關 公路總局 還有交通局 他們相關的單位 到底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一定要表明 我們用路人的歷程 對 嗨 我看有沒有撞到 笑 好 我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李市長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台湯真的太多不良 物資的駕駛 喜歡B車 1968年的規範來逼迫人 對 然後今天新聞稿發出 蘇花改重車示範 對 蘇花改那個部分 本來因為個大遊行活動 那個 等一下 李市長會說 等一下李市長就 他說 遠古 駕照太過簡單 安駕要三方建立 對對對 好 謝謝 因為其實在國外的經驗裡面 其實 台灣的駕照很簡單 坦白說就是 你懂的離合器在哪裡 油門在什麼地方 腳踏檔的位置在哪裡 反正你能夠打到三檔 時速大概到30 就已經是最高速了 所以你放任這些人 尤其是 普通的摩托車駕照 那更簡單的 好像兒童樂園進去 比開碰碰車還簡單 繞一圈就有了 所以你自己規定 我們這樣考 就可以拿到駕照 就代表我們有能力 只要繞過這個就可以 但是你現在出來說 唉唷 你繞這個 是不夠的 那不夠你應該去擴充你的設備 去增加我們訓練的內容 或者是提供 比如說 像日本很多安駕的部分 大概都是摩托車製造商 或是車業相關的業者 那他們跟警務人員合作 設計出一套 真正符合道路使用需求的一個課程 當你考到駕照以後 如果你有這個業務上的需要 比如說你是郵差 是警察 是快遞人員 是那個 尤其現在我們這個疫情時間 這個食物外送啊 UberEat 你這些人就要接受過 必要的安全駕駛的一個訓練 讓你深化你的這個危機控管的能力 然後你來用路 這才能保障 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而不是你一直怪他 現在呢 你搶快你怎麼樣 不是啊 我就是快遞 難道我是慢遞嗎 還是我是用走路去送貨嗎 不可能 現在這種時代 但是怎麼樣和諧運行 公平使用道路 讓直走的走中間 右走的走右邊 左轉的靠左邊嘛 對對對 各行其道 不要動線交織 他的安全就已經存在了嘛 好 那至於說大家講的蘇花改的部分 當然 經由大家的努力呢 南迴改 的這個 很優良的紀錄 就是說 在此呢 我也要代表 各個路權團體 跟協會 感謝各位車友 在這段時間 我們 這個 盡心盡力的去維護 我們最 好不容易得到的這個 恢復我們道路使用權的機會 這個不是開放喔 不是規 不是那種什麼 他叫做開放 是他把我們ㄎㄧㄤ去了 他最多只是現在 還給我們而已 因為本來我們 零有駕照 我們的車子合法上台 繳的規費納的稅 加上行照 行照加了駕照 就是你用路權的 神聖用路權的保證 不應該用任何無謂的藉口 任意的剝奪 這個我們大家一定要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呢 大家為了 恢復我們用路權的 這個神聖用路權的部分呢 大家付出的努力了 在此也要感謝各位車友 在這段試辦的時間 不管我們從各個試辦的機會上面 那我們把握了很好的機會 然後呢也表現出我們這個 堂堂正正用路 規規矩矩騎車的這樣一個騎士風格 那也獲得了這些 公總也好 交通部的人 他們也不敢 就是視而不見 以前他們所講的 他們所講的 會缺氧啦 會超車啦 會並行啦 任何的問題 這都是他們想像中的危險 在我們廣大的摩托交通公民的心理裡面 我們擁有的是安全的意識 甚至高過於其他的車種 這樣的一個行為舉止呢 其實已經為我們自己爭取到 將來開放的更大的一個動能 我們也藉由大家的這個努力呢 我們的講話也更有的份量 也獲得更多 包括立法院的委員們 他們也會認同我們的做法 不斷的為大家來發聲 那這就是我們大家努力的結果 那這次的蘇花改的部分呢 當然他們開放的時間呢 也一言再言啦 本來我們有 要舉辦有點類似嘉年華的這樣一個慶祝 包含各個車商的團體啦 還有這些同業 這個營業工會的這些 組織 那他們也願意來共襄盛舉 因為之前大部分都是屬於 車友活動 那爭取度權部分呢 這個車界呢 也比較保守 他們認為說這個東西或許 跟這個政府單位呢 會有所摩擦的時候 會影響到他們整個商業運作的模式 那 但是看到 看到這樣子我們不斷的有所 這個前進不斷的在運行當中呢 開放的路權呢 其實對大家都好 對想要買車的想要用車的 那想要販賣的或是維修的 這個整個經濟的循環呢 也有一定的注意 那當然由這個車界 然後 車友 還有 路政單位 還有警政單位 大家一起共同化努力的時候 我們的路權就可以恢復 可以確保 然後 能夠 用路 能夠堂堂正正的用路 取得這樣子合法的路權 我們就不需要再偷偷摸摸或是緊張 對不對 上了一個 上了一條路 最怕的 其實我們最大的危險就是那個 6400塊的高速公路通行費啦 對不對 其實什麼都不危險 其實最危險的就是被人家南下 也有 開了罰單 脫掉 甚至還把 車輛呢 也損毀 對對對 對不對 買車脫了然後就倒下去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次的 南迴改 跟俗華改 確實是 大家長期在這個 爭取路權之下 我們也相當的對於這個 用車的模式 比如說我們車輛使用的部分 要 如何的 超車也好 要怎麼樣的 並 在這個 跟所有車輛一起行駛在這個 快速高快速道路上面的這些 訓練的部分 大家也不斷在充實自己的姿勢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交通公民的時代 那我們也 在這個封肩浪頭上 其實 我們已經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 現在在迎向這個光明的時代 再來的八卦山隧道也是指日可待 或許呢 一覺醒來呢 他們想通了呢 我們表現得更好呢 高速公路什麼時候開放你知道嗎 搞不好說一說 這個是我們要 我們的摩托人生呢 要越修越自在 而不是越騎 就覺得很無奈 沒有無奈 我們要充滿了樂觀的心態呢 不斷的去 爭取 不斷的去 用我們團結的力量 去得到我們應該有的這個 權力 所以 這也是我們積極參與 不光是中央 其實這次地方的 為什麼要來 因為呢 中央常常推給地方 地方又說中央法令的規定 好我們就兩邊都來拜訪你們 我們親自參與你們 這個會議 那你們有什麼問題 他們有什麼問題 就沒有兩手策略的機會了 你們要踢皮球 我們就把它球接起來 我們決定要投籃還是要灌籃 對不對 這才是 對這才是我們 一個很健全的公民心態 這一點 不曉得大家 如果有什麼意見 也可以 我們在這次的這個直播 尤其這次 阿旋仔也是 對這個路權的相當的關心 那 一直不斷的在提供 中部車友的這些訊息 讓我們更了解 中部車友的需要 那 既然我們是一個全全國性的組織 那當然我們 各個地方的車友 都是我們的夥伴 那我們也要重視大家的意見 藉由不同開會的會看的經驗 還有這個機會呢 我們要充分的表達出大家的需求 這一點 我想我們已經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在執行中 那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但是也希望大家多給我們一些指教 如果有什麼東西呢 是比較偏頗的部分呢 大家也歡迎大家批評 反正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對不對 我們不是官方代表 就是民間的組織 那我們更要有 這個 心胸 與開放的這種態度 否則我們要求人家 為我們恢復路權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 很封閉 很不願意跟公眾接觸 那 這樣的政策 它就會變成 一個偏頗的 然後不公開的 不透明的黑箱的作業 那我們就是要破除到這個 黑箱作業的模式 包含這一次的 開放的日程呢 他也是一直拖 一直拖 就不跟你講說 九月三燒 到底幾點要開放 對不對 我們本來這個嘉年華會人 本來可以辦得很 很澎湃的嘛 對不對 大家 這個一吐怨氣啦 說真的 對不對 長久以來我們不受重視的 這個 恢復路權的活動 你一直沒有給我們 這樣的一個 機會 那就是 只是用民調 用無限去拖延的部分 終於 在 我們說真的 黃天不負苦心人 在大家 這個 眾志層層之下呢 我們得到了很多 貴人的幫助 尤其 我們也不要忘了 這個 前交通部長 也是台中市的市長 對不對 這個林佳龍先生 他 跟我們大家呢 也促膝長談 這個 邀請了各個協會 還有 重要的人士呢 一起來探討 他也 充分的 聽取了 大家的意見 我們也代為轉達 那 今天能夠看到這樣的成果 我們覺得 加農部長呢 也是我們很 重要的一個 這個 促進 這個進程的一個人 我們也不要忘了他 雖然他現在呢 沒有當加農部長 因為那個 那個什麼 火車狀 鑽洞 對不對 這個實在是 重機歧視的命運 一向坎坷多變 每次看到開放的 開放的星光 突然就一鳴一滅了 人家說一閃一閃 但是現在至少是亮晶晶 我們看到亮晶晶的路權 回到我們手上了 對 那不斷的 這個滴水穿石嘛 所以 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也沒有放棄的必要 一定要 用這樣的心態 我們迎向更 美好的重機人生 交通的人生 那我們是一向抱著這個心態 來參加這個 台中這個 道安的會議呢 我們也不斷的 對他們所提出的 這個報告的部分呢 提出我們必要的質疑 二來跟交通局講 你不可以 這個 網顧 這個 大台中地區的 車友 他要使用這個 市區的 這個 快速道路的部分 因為 台中沒有像台北一樣 這麼多 這個 市民大道 建國高架 新生南北高架 環和快速 然後這些 四通八達的六四 對不對 六八 六六 六四六五 到桃園之後 像桃園也 也只有六六 一條 橫向的快速道路啊 那這些 車輛如果不能利用這些 快速道路來運行的話 中間後被截斷 當然現在都是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高速公路被擋了嘛 如果高速公路沒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一切問題都得到充分的解決啦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不斷的緊緊去關注這個議題 不斷的強化自己的交通意識 然後表現出我們這個良好的紀錄了以後呢 這個是有絕對的幫助 所以這樣的心態來講的話 會有更好的一個 我們會有更大的動力 藉由大家的努力 我們有更大的動力 去爭取各項的權益 那問題是阿 就是今天的道安會報 我有聽到你們有提出就是 重機七四貿風教道跟上國道市道這一塊 他們是誰去接這個話語圈 有沒有跟你們什麼答覆 其實以就是副市長的部分 他是這次 因為這次盧秀燕市長並沒有親自主持 這個是其實台灣有很多這個大安會報的部分 都不是市長親自主持 其實可以說交通安全的議題 他們所謂的重中之重 都是口頭的愛 虛偽的愛 你都沒出來的 以前交通部也知道 對大安會報交通部的 部長有幾個部長親自參與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交安的議題 其實非常的嚴重 他這次今天開會他也知道 這每年三四千人的這個傷亡 這個疫情一天死個 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十個 大家哇哇叫 對不對 我們一年三千多個平均算起來 一天至少 至少有幾個你自己算吧 當然接近十個人 天天平均十個人 所以他們也體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二來他們現在表現出來的紀錄就是 我們今年跟去年比了 這個傷亡下降了幾個百分點 大概八個百分點十個百分點 不對不對 我們不能讓他以此致盲 為什麼 因為今天這個時間 疫情的時間 大家出行的機會少了 傷亡自然減少 不是你用了什麼很好的方式 很積極的手段 然後用很好的模式去運轉 所以我們當場就是說 要提出最嚴正的這個聲明 那一定要讓他們在交通政策上面 包含說教育上面去做必要的這個修正 不要老是找不到藉口 就把這個交通不好的問題 就推給這個二輪機動車的用路人 對不對 反正我找不到問題 我就推給二輪用路人 說你們為什麼不用捷運啊 你們為什麼不去做公車啊 你們為什麼不去那個 用大眾運輸工具啊 是不是啊 因為我住的地方就沒有啊 捷運很好很好啊 但是就沒有通你家通我家門口啊 那我怎麼辦 對不對 我們從海線到山線 從山線到海線 大排中地區這麼大一條 你們就用這個東西來講 那就是把問題找 不是為了問題找解決 而是為了問題找藉口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交通一直沒有辦法提升 然後我們所有的相對弱勢的用路人 去背這個交通不良的原罪嘛 這個我們一定要堅持我們自己的立場 因為台灣交通的協會 也不光是二輪機車的協會 我們也是四輪用路人的協會 二輪好騎好用 四輪也就好開 好運行嘛 對不對 你機車都在右側 我開車的人要右轉 你就從我右邊來 我也怕去撞到你 對不對 那你車子不應該從左側超車嗎 你為什麼從右側來呢 我說你們沒有宣導沒有教育 他們是說這個宣導需要由中央來做 由中央的道安匯報來做 或是有預算來做 不是啊 但是警察單位就是最好的安價宣傳 還有安全教育的 警察自己騎摩托車 有沒有按照安全規制 你示範給我們看嘛 堂堂正正的示範給我們看 不要偷偷摸摸的每次躲在一個道路的左邊 高架全靠坐在那邊 你躲在旁邊你就是抓這個違規左轉嘛 對不對 違規左轉的問題出在哪裡 是你進行機車嘛 不是我違規左轉耶 為了進行機車假安全的這個藉口 去設一個代轉區 是因為你進行我沒有辦法代轉 我才沒有辦法左轉 我才會去代轉嘛 如果那會直接左轉 那我為什麼要去代轉 你不敢左轉呢 你自己去代轉吧 對對對 不強制代轉 對不強制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要廢除這個兩段式左轉 不是 我們是提供更多的用路的選擇 直覺用路 而不是左轉靠右邊 右轉靠左邊 執行呢 執行一會兒靠左一會兒靠右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道路上面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什麼 你猜啦 因為你在猜前面那台車到底要怎麼轉嘛 啊我要猜後面那台車它要怎麼走嘛 所以我們才會交通不安全嘛 對不對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更安全的用路環境 預判防衛駕駛 好 我可以看一下大家的 有人說 我每天上班騎二床說 紅道為什麼我架設練習場 然後 架設練習場 對 應該是那種機車練習那種場地 對對對 然後說 李市長何時會來南部呢 南部也需要入圈 南部好像 國道史上次剛翻座談會 李市長有過去了 在國時的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還在這個檢核的計畫 的末期啊 本來是要求他一定要開放一條 正式的國道來跟我們直球對決 對啊 但是呢 這個 也當然 林佳龍部長剛好也在那個當下 因為這個 普悠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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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本土的事件 下台了 所以 造成說這個 執行的目標呢 或許 他們的壓力點呢 就不必要那麼積極了 因為 畢竟部長 已經去任了吧 對 積極的部長 那接任的部長呢 有沒有做 其實 在接任的當下 我們也到交通部前面去表達說 你一定要接續他的這個 當時 對 所有 交通公民的承諾 不能晃點 當然 看到目前為止 至少我們沒有被 鎖鎖鎖鎖掉了 這段 我是覺得 在開放的進程上面 確實 還是有按照一定的步調在運行 這一點是我們最值得 欣慰 還有就是說 小確信 給自己個掌聲 對對對 這個是 天佑台灣交通公民 所以目前 國史還是朝樂觀的那種 正向開 對對對 所有的路權呢 我們都保持最 樂觀的態度 那 畢竟 紀錄擺在眼前 尤其我們檢核計畫 這個 2016年的 跟2020年的 檢核計畫呢 我們都是 零商網 對 A1零商網 對 那這些表現呢 甚至高於小客車 唯一的遺憾就是 我們只要出了一件 就輸人家了 我們只能零紀錄 就是保持 無事故 無商網的 完美紀錄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贏 我們只要出了一件 你看我們有 我們有多麼可憐 其實呢 摩托車在台灣交通的環境呢 就好像台灣呢 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是差不多啦 是 處處找到打壓 會被詆毀 你看看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知道 摩托車的地位是 是如同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所以 要突破是多麼的 不容易 對不對 你要用這個 我們從之前的路權 完全被剝奪的狀況之下 當成腳踏車在管 不管你幾cc 你都去給我騎慢車道 去帶轉 到現在 我們可以走到這個 快車道 快車道 然後不用兩段式左轉 然後上了快速道路 現在呢 長隧道也通行了 各個的條件組合起來 這些條件組合起來 不就是等於高速公路 沒有是什麼呢 對阿 對不對 因為高速公路上 的長隧道 最長的隧道 阿不就抒發 不是抒發啦 就是那個 雪隧啦 阿既然有八卦山 之後的八卦山 來做佐證 八卦山是第二場嘛 對不對 阿 過了第二場 那當然就走第一場囉 對不對 這是 這是 十四所區啦 這個 再加上說 這個世界 對於摩托車的限制 幾乎沒有看到這種 嚴苛的 550cc以上 這已經很嚴苛了 還要 還要有小汽車駕照 還要臨滿 普通駕照 兩年以後才可以考 對 對不對 還不能再後座 對對對 那這 已經退無可退 讓無可讓了啦 所以呢 再加上我們有保持這麼 這麼良好的一個紀錄存在 也可以說是 傲視全球啦 一整年 騎摩托車 在這樣的道路上面行駛 0A1事故 對不對 這個可以拿到全世界去講的 很驕傲的說 台灣交通公民呢 具有絕對駕馭這樣的公路 然後操作車輛的能力 還有說 閃避 不必要的 危險的 這樣的 姿勢 是一定有的 這可以 做最大的 一個 保證 所以把它組合起來 怎麼會沒有國道可以騎呢 對 為什麼 這一部卡住 對不對 那被卡住呢 就是 我們要再多 團結一點 表現出我們的一個共同意志 這個是 我給大家的一個就是說 恨求 給大家 要多多的 珍惜 我們得來不易的 這個路權的成果 尤其蘇 蘇阿改到時候 尤其車隊 你怎麼看 如果車隊 是不是 一定要 像假設10台好了 每個都保持50公尺安全車距 才有辦法進去 如果不 暫時沒有 你們這個車隊沒有辦法 這樣的話 就是先走救贖 半年了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覺得當然 其實盡量保持50公尺 到最後最受不了的是那些 原來開車的 或是那些 急於通行的人 對不對 因為 我們用路的習慣呢 是用最小的空間 換取最大的效率 然後在單位時間裡面 增加這個運行的效率 所以摩托車是一個運行效率 極高的交通載具 那你要我降低我的 這個運輸效率 然後要拉長去 小車佔領大空間 去浪費這些社會資源 最終 這個壓力會回到 這些制定的公部門 比如現在很多人對 這個摩托車 去停在汽車格 其實說真的 社會上最多的不滿呢 不是來自於 重機歧視 而是來自於廣大的 交通用路人 他開的是 四輪的小客車 他找不到車位停的時候 你還規定他把他 一個摩托車擺在那裡 那看就是這樣 他在整身屁屁屁屁屁 眼睛會大 你知道嗎 所以有一次 之前 我們不斷用 各樣的活動 就是 順著法令來做 讓你感受到 真正的 問題是出在於你 比如說我們去 十定 休息站 我們一車給他停一格 你看小客車來的時候 有沒有要停 打電話去 看不念的 絕對不是騎摩托車去停的人 都是打1968 一直罵一直罵 你們為什麼讓摩托車去停在這裡 還打電話叫 叫國道警分隊來處理 國道警分隊說 你沒地方停 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國道警分隊說真的 為什麼跟他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他不是推卸責任 是因為交通部規定了 一台摩托車去停一格 人家按照規定停 你沒得停 那就等嘛 你就離開啊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他的規定 在我們通行的期間 我們去保值 讓他去發現 他的規定 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做必要的修正 而不是我們今天呢 為了不合理的使用 然後我們去表現 我們的這種 正常使用的模式 去抵觸他 去跟他對抗 我們就順著他做 就是 反而是要邀請更多的車友 前往花蓮 台東去消費 更多的車友 我們都維持50公尺 我就50給你50個夠 讓你知道 我們是 乖寶寶嘛 對 那你 這樣你就知道了 整個抒發改 會變成什麼樣子 到最後 反而他要拜託你 騎快一點 對不對 或是這個距離 保持原來的 這個 三秒鐘的車間距就夠了 兩秒鐘到三秒鐘的車間距就夠了 不用拉50公尺 你拉那麼長幹嘛 還不能定來喔 對 哇 當然 你叫我不要並行 那我就別並行 不要多啦 這個100台摩托車去 給你這樣的50公尺 看是誰先動不了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覺得我們也不需要 放棄自己的權力 去走舊的抒發改 因為我們就是不想被石頭砸 對不對 有安全的路為什麼不用 對 那50公尺就50公尺 盡量保持 如果 如果我們保持不了 其他的用路人 他也沒有辦法保持50公尺 對不對 對 我們這麼小 我們的摩托車呢 加速跟煞車比那些車種更靈敏的 對 我們都保持不了50公尺了 對不對 保持哪裡下線 好 好 所以這個 油門的這個操作呢 稍微纖細一點 其實大家講說 屏東的路權 其實他們在講屏東 其實屏東跟高雄大部分都是 國史那個區塊嘛 那 你是想說正向好正面看 正面看 我們現在喔 就是 就是 除了中央的部分 然後 地方呢 也有各個地區的 相關團體呢 在做努力 那高雄的部分呢 也有 一定的 在做 耕耘的部分 或是在做配套處理的部分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東西 都是得來不已 這個是 一步一腳印 循序漸進 你看從2002年開放到現在呢 2020年呢 已經經過20年了 我們才走到這一步 那 用看的或許覺得 這個是 垂手可得 或是說 後來的車友呢 因為他享受到了這個 路權的 這個 恢復路權之後的成果 但是呢 我覺得 共同在這個 這條 路權之路 奮鬥的 這些 童心車友們 一定 這個 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心酸 那 但是心酸化成的 歡笑 也是 更值得我們去珍惜 對不對 所以這次大家呢 可以 笑著過舒華 對不對 對 能夠通過舒華 這個 舒華改這條路呢 真的是 真的是 非常值得大家高興 那 高興的 會 歡笑會不斷的來 對不對 還站在八卦山 對不對 想到做夢都會笑 對不對 對 今年這個是重車路權 那個 大躍進的元年 這個是元年 會可以入手 所以呢 其實屏東的 屏東的車友呢 大家也要 就是說 積極的 來關注這個話題 然後呢 參與 一些必要的活動 藉由這個 我們共同的目標 大家團結奮鬥 那 不光屏東啦 包含現在 南輝改 南輝改的白牌通行的部分 也是我們 這個 孜孜在念的這個 大家最感 對 所有的 包含今天我看到這個 台 台實線 從清水往 台中市區的部分 我也當下跟 這個 在開會當中 我也表達出 為什麼那個地方呢 不准通行這個 白牌的 剝奪車 這個去剝奪的這個 台中市民 海線通往市區的 這個 用路人的權利 這一點 我們也表達嚴正的 這個 聲明 跟要求 那 他們也說 他們會去做 必要的 協調跟處理 那 有任何的問題呢 大家應該 提出來 大家去想出一個 對策 還有他們講的那個 長榮路 有重機飆車的問題 大型重機 有飆車的問題 那我們也借機提出說 那既然 那個是太平通往國姓的 這個道路呢 你說他們在那邊飆車 在那邊壓彎 啊那個路就彎彎曲曲 他不壓彎怎麼過 但是他旁邊有 他旁邊有國六嘛 那你開放國六 有直線讓他走 他就不去壓彎了嘛 對 對不對 啊我們不是為了爽 去騎國道嘛 對不對 我們是因為 國道他夠安全嘛 我們時速100 120很安全 所以 我們直線的去走 啊就算他的彎道 也不用卡普 就可以過了啦 對 對不對 兩個高速公路 需要用卡普來過彎 反而你就不用卡普 更安全 對不對 啊所以 你不給我們路走 那就是一個最大的 逼著所有大型重機的部分 還有摩托車的用路人 去行駛危險的山路 然後去 不得不用壓車過彎的一個模式 所以 他們也能夠體會到說 對啊 這樣子的話 那你交通局就應該 當交通部問你說 你贊不贊成開放國道的時候 你要說 要啊 對 啊警察單位也要說 不錯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不用常常派人去那邊 對不對 去那邊拍照啊 去那邊 巡邏啊 去那邊 去那邊 攔檢啊 去那邊 欸 搞得 勞民傷財的 各種的花招 對 對 啊到最後呢 大家都落不著好 想快點 快點通過了通過不了 啊真的想練車的喔 台中還有力寶欸 還有 那個 還有一個賽車場不是嗎 龍潭 欸欸欸欸 不是 龍潭TIS在北部欸 對對對 對不對 喔 還有西湖 喔對不對 喔西湖 啊真的要練彎的人 台中車友也是蠻幸福的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個 比較標準的賽車場欸 對不對 對對對 啊所以呢 他是真的找不到地方練 還是說 他是被迫的走那條山路 喔 那我們也希望說他們 在 整個過程當中的 去特別的省事 而不要一直去怪罪人家 走那條 那條 那條是台十四嗎 對 台十四 喔 有 有替代道路 可以 快速通過呢 他就不用急嘛 在那邊 彎道過彎 對不對 民眾又覺得 噪音啊 什麼什麼 對不對 走國道罪 就完全不用翻新這個問題 嗯 所以 這個 很多問題 歸根究極 也就是在於路前被剝奪的部分 所以無從選擇 喔 那 今天也有充分表達這個 這樣的論點 喔 當然我們要 改變他們 這個 利用這個 開會溝通的 時間 呢 來傳達彼此的看法跟觀念 好 好 好 那 你只想要今天主要這個會議紀錄這一本 嗯 它是說的都有 這不是會議紀錄 它是會議的流程 流程 所以大致上呢 就是以 主要今天講修法 修法就是違規紀典嘛 然後再加上說警方 執法的 執法的狀態嘛 但是 但是這個呢 其實主要的母法還是停留在交通部啦 這個只是把這個文稿呢 想要修正的方向呢 讓 地方政府了解到 它有將來的政策 是要推 這樣的一個模式 喔 那這樣的模式呢 地方有什麼意見 喔 畢竟 這個 執行單位永遠都是 地方的 基層啦 喔 他是 這個 交通警務人員嘛 對不對 喔 那他們如果執行上 有 有困難 也希望在 第一時間呢 先得到他們的 這個 這個 feedback 就是他有一些回饋的消息 喔 那 當然 也要聽取我們這個 交通公民 對於這個 的看法 喔 那 交通紀典的部分 確實是 一個 本來就有的 在我們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裡面 本來就有的 違規紀典的部分 只是一直沒有落實去實行 所以讓很多人呢 只要 我有錢 我為什麼不可以的這種心態 就是 什麼大爺心態啊 對不對 四輪有四輪大爺啊 對不對 二輪大爺 對不對 因為 公路上面使用的人 如果他只是有錢就可以 之意而為啊 那人命用錢來算的話 一條人命兩百萬嘛 現在台灣的公算是 公算是 平均價格兩百萬 對平均價格兩百萬 不是平均價格兩百萬 是保險值 保險賠了兩百萬 那不是人命 你 難道你覺得你的命只值兩百萬嗎 對 對不對 有的車都不只兩百萬了 還 還是一台車都不只兩百萬了 怎麼一條人命才值兩百萬呢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說 除了 能夠讓他有 這個一定的 心理上面的 一定要知道 他用路的時候 方向盤跟我們的把手呢 掌握了許多人的 分家性命 與幸福人生啊 你不能去剝奪別人的 生命存在 或是去剝奪人家的 財產安全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做法 所以 他們是希望說 因為 能夠 減少這個 交通傷亡事故的部分 必須要從 這個駕駛人的部分 去做必要的 提升跟控管 那 當然 許多的配套 也都在 這個 研議中 都在研議中 對 這個都是 議案 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 目前有的 這個 發想 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用 用可行性方案 來 來做思考 喔 我剛剛有聽到他們講 那個 要強化執法 還是 針對大型重車什麼 什麼 這個 我聽到 這就是他們在 就是 大概 大致上都是 台中 各 警務單位 比如說各分局 他們提出的一些 他們在交安方面的管制措施 還有他們 做的一些宣傳 還有一些 一些 工程面的 當然 最近 最近台中在 中部地區 像南投 那個 道路更正的部分 其實也 開始有 有所運轉 叫做 重新新村 齁 那他也 開始動起來了 齁 那 我們希望呢 藉由 這個 不斷的 這個不斷的 求新求變 去找出一條 台灣未來 交通更安全的道路 這個是我們大家努力的目標 齁 他 除了 在 在這個 警務工作的部分呢 他們提出的一些 做法跟看法的驗證以外呢 就是 我們希望他們呢 盡量的把這個 大型重型的摩托警車呢 拿來做必要的 違規 這個發現跟 當場取替的部分 哦 騎摩托 對 用警用摩托呢 待命嘛 你不要老是偷偷摸摸的拍嘛 你摩托車待命嘛 如果遇到那個 真的騎很快的 或是 真的 很 影響到其他用路人 安全的 你去把這些 少數的 不按照路況 不按照 現場狀態 沒有判斷 沒有做一個 安全駕駛的 基本要求的人 你要當場去治他 不要說騎重機的都這樣嘛 對 就只抓重機 對 就那幾個 少數 然後就 我們大家都 一起跟著走 對不對 二來 想坦白一點 如果說飆車過彎 人家很多國外的人 也不是 不是這樣子 取替的嘛 我取替也是取替 第一個 最後一個 夾在中間的怎麼辦 喔 對啊 因為 夾在中間的坦白說啦 我是不得不啦 為什麼 因為前面 前面的如果騎100 後面的騎100 我在中間騎80 我不是被撞 就是被壓 對不對 所以要 大家一起 共同遵守 一個交通的模式 對 其實台灣的不遵守規則 所造成的交通危險 包含並排啦 一些靜態違規的部分 不比 不比所謂的大型重機 動態違規 喔 小型車 對 不會比他更輕微啦 你台中各市區 太平啊 大理啊 這個並排啊 立向行駛啊 很 穿越到對象車道 這個我家住對面直接騎過去的 對 很少嗎 對對對 然後你這個 台灣大道 套華監 下坡 應該是最有感的 下坡50公里 因為我 我們 來到這裡是 簡直是放了油門直接滑下去都怕超速啊 對不對 那個坡這麼陡 對不對 向上路六段的 對 你那個 然後 前面的人 一直煞車煞車 車煞車剩下40 35 對 你用50 他40 35 對不對 那我們在後面的 最重要的問題 在於保持車間距 安全車間距 你每個人跟那麼近 再慢都會中 對啊 所以這個是 原 道路設計 道路設計的問題 二來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東西危險 就是要 拉開車間距 所以剛才 我們在講的抒發改的部分 他當然不明白 所以他現在跟你規定的就是最 嚴苛的 最 安全的模式 就離得越來越安全 所以 他就可以訂個50 對不對 那我們就50給他看嘛 看你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你現在台灣大道的速限50 下來了 你不去抓 這個 沒有維持 大車100公尺 對 安全健康 對不對 你收到大型重機 就要檢核 就要試辦 對啊 那你的大貨車你怎麼不試辦 對對 對不對 所以 你台灣大道你為什麼不試辦 來啊 你大型 警用摩托車 馬上可以第一時間 到現場去 你為什麼不保持安全車間去呢 你可以在當下就可以做立即處理 或告誡 我們很不贊成 一旦遇到問題 我跟 台中交警大的 法治 法治 市的這些人員 我也跟他交換一件 為什麼你們沒有警告單呢 喔 警告單 對不對 國外很多警察呢 我對於所謂輕微的違規 我會開警告單 黃單 對不對 第一次 我高高舉舉 輕輕放下 請你在這一個月內 你不要再犯喔 再犯這張也Double 那張也Double 那張也Double 那Double 對 對 交通執法有一部分是屬於教育的區塊 對 不是一定要用這種所謂的 此路是我開 此處是我在 如果要過路來 每個都留下買路財 對不對 啊這種做法就是什麼 人家說這個 留下買路財呢 以前是形容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不是在行商官員 對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會造成說 警民之間的對立 就是你沒有讓他有一個 有時候的違規呢 實際上無刑 或是被迫違規的 你要需要給他一個警惕 對不對 他們說我們沒有 如果說他們說沒有這樣的規制 那就是我們執法單位 必須要做一個通盤的審視 你並排停車 我就用勸的請你死離 就不開單 那為什麼你兩段是左掌 你不用勸離的呢 你轉過來 欸你這樣蠻危險的喔 欸以後不要這樣喔 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為什麼摩托車就是要開單呢 所以說不能有兩套標準 我們行車開車安全 我們要求他只有一套標準 那這套標準呢 就是維持安全車間距 然後 這個 車速來分道 對 車速分道最重要 車項來分流 這樣才有安全 對 對 對 還有BRT專用道 這跟台北市那個立向公車專用道 異曲同工之尿對不對 對 然後 實體分隔島 對不對 要切到慢車道 那個是 欸 超危險 一開就跑到 鏡子左右轉的 開車的人很緊張嘛 對不對 你今天有體驗到 他很大到 所以 我覺得 多多交流 互相彼此了解 想法 也是 我們大家 在 這個 爭取路權的時候 有另外一條的道路 當然不是每次都要去包圍公總啊 對不對 每次都包圍交通部 遞不得已的時候 對 那個是 已經 退毀退讓無可讓 對不對 嗯 OK 好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 理事長有說到就是 嗯 有幾個真的是 欸 縣市對於 我們 蠻友善的啊 你說 像桃園的 欸 交通局嘛 還有那邊 有幾個就是 那幾個縣市有 國道路段的 他們其實是 滿挺重車友的 他們是 覺得可以開放給重車友的 嗯 國道路段 但是目前大概是 南部的 南部的 國史 調查結果是最符合 大家的期望 歐帕 對對對 歐帕 那其他大概都 裡面都有兩三個這個打叉叉的不同意的部分 當然 已經 有這樣一部分的人先同意 讓局部的先去做思考 但是我就說 檢核 不是一個正常的模式 路權 我就說 你領個駕照 你的車子有合法的 掛牌 領取行照的時候 你的路權就已經存在了 對 齁 這些檢核 都是 煙霧彈 齁 都是煙霧彈 齁 但是 人在屋檢下 對不對 有時候是一個 以退為進嘛 以退為進嘛 對不對 你如果跟他硬拚 呃不同意 或者對撞 他就說 喔沒有你們就不要嘛 是你們要路權 還是我要路權 呵呵呵 對 那我們有時候東西呢 或許不如大家的 的滿意啦 齁 比如說 欸我怎麼開放大 每次都開放大型重機 那個白牌都沒有開放 不是啊 我們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要求 以速度為考量 齁 你的高速公路上面 有一個60的藍牌 一個 一個畫紅色圈圈的最高速度牌 只要符合最低速度的 我們都要求他走 對不對 啊 你 高架快速的部分 還有這個速發改 軟尾改 你都是用速限 對不對 那那個摩托車 時速跑不到80的 你一定要上 我想喔 正常車輛如果是 125cc的白牌啦 你說他時速跑不到80 那不是車有問題嗎 對啊 對啊 是車子有問題 欸 你可能火星塞 哪裡 傳動 對點火系統出了問題嗎 對 你怎麼騎到80 會顧不少咧 會騎不上去上坡 會無力呢 對啊 對不對 所以要要求的狀況之下就是說 我們要確實的認知 這個摩托車呢 是兩輪敞篷的機動車啦 也就是跟 汽車自動車 就我 我很討厭用汽車這個名詞 因為 聽到汽車真的讓人很生氣 結果想到有什麼汽車高一些 歧視名詞 對對對 連伸出來 因為就是由他來的 對對對 我為什麼開的是汽車呢 我自己開的 我都不覺得他有什麼氣啊 他說他是加汽油的 我的摩托車也加 其實 就看一下 跟大家聊了這麼久 大家知道 該想知道都有了 像 白牌難回改 是都有 都有在規劃中 他說 沒有看 最後看一下 大家好 就 1到10降格 快速公路就簡決了 噴視童的體系 駕駛人不是用來思考 要從駕駛觀念來保證上路 1.25騎到80 蛤 1.25騎到80 可以啦 其實可以 1.25以上到80 沒問題 可是就是你要去定期保養 我要勤駕保養 這樣基本上都沒有 其實1.25的實力 絕對不只我們現在台灣販賣的這樣的性能條件 是因為他用路用不在 他販賣的車輛 性能都給你打折 對不對 七七八重 對啊 很多國家50CC以上都在上高速公路 對不對 那50CC的人要上高速公路 為什麼沒有危險 啊我們 就特別危險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用車速分道 你50到60你就騎最邊邊 對不對 你70 80的騎中間 你80以上騎 開到中間去 對啊 GT25都可以100的 對啊 沒有問題 沒有啦 那個不是賽車場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有法拉利才可以用高速公路 保時捷啊 對不對 那時候超跑啊 CBI千雙才可以用高速公路 其他車子都不准上啊 那你2700以下汽車也別上啊 對 對 沒錯 對不對 對 要公平嘛 那公平大概都別上啊 只讓超跑上嘛 對 那看你開汽車的人動得到嗎 對 你開小客車的人你也動不得到啊 所以 要用相同的條件去看啊 一般大貨車也 也時速要破100多也很難 對 對 那載重車他上坡他都到最旁邊的 爬坡道啊 對不對 那 很多地方還開放路間 開放路間的時速不能超過60 對啊 對 你給汽車就很方便 開放路間讓他騎 那你有什麼開放路間讓我摩著騎 絲滑感覺不行的 路間都沒得騎 所以 這些東西要經過我們大家不斷的 這個 腦力激盪 不要 被這個呼嚨啦 對不對 還講 你是白牌你不可以上 你是125不夠力 我不夠力 你開放給我騎 不夠力我會升級 這最重要 最重要 對不對 我覺得125不夠 我從125只過一個交流道 從三重騎到台北 從泰山騎到林口 那我是騎1000cc的幹嘛 對不對 我125可以上我也沒有要求那麼快 對啊 對不對 你現在 好像每次規定要開放國道 每個人都要天天從台北騎到高雄 再從高雄騎回台北 從來沒有人要求我們 天天從台北到高雄上班 從高雄上班再下班回台北 沒有 對不對 啊有的話你也會騎1000 1000cc的啦 Go in了啦 對不對 因為我天天都要騎這麼遠的距離 你會笨到騎50cc 1月5的在那邊跑台北高雄嗎 已經是國道 然後高雄 怎麼反乘 所以他 不要錯估人民的能力跟智慧啦 對不對 人民有絕對的判斷力跟智慧嘛 我只騎一小段 我飯不著要買個1000cc的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必須要這麼用的時候 我會自己申請 你不用擔心我 要不要申請 你規定說 50cc 你規定腳踏車可以騎上去 也不見得每個人敢騎腳踏車上去 他要衡量他的卡鍋 武衣的奧運選手的卡鍋 他可以踩超過60嗎 對 要是什麼 你問阿軒仔 阿軒仔你騎腳踏車 規定你可以上快速道路來 叫你騎 下一個找到的下 對不對 台前可以上 二來腳踏地人 對於務實上高速公路的人 你為什麼就是自所有罪 抓到也沒有罰好幾倍阿 對阿 所以讓大家說今天 包括深隧道的部分如果 將來開放的時候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很多地方跟國道有相接的部分 短時間之內 我們大家還是要努力去 要求開放 臨近這個快速道路的 最近的高速公路交流道 對 讓我們開放 所以這次我們對於務風交流道共用的部分 我們也提出這個嚴重的聲明 交通公民需要這條回家的道路 旅遊的道路 那我們要用這樣的心態 對不對 人民要有的道路 國家不可以不給嘛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對不對 對 如果中國大陸呢都允許80公 時速達到70、80以上的這個摩托車 可以行駛高速公路的話 我們更沒有道理去限制所謂白牌公民同胞們 去用這個1.25的摩托車上高速公路嘛 為什麼你們也會有黃紅牌的嘴臉 你要怪汽車有 汽車的或四輪嘴臉 不讓你上高速公路 他也為了你安全 說你會不夠快啊 對不對 那你管他 他不會那麼笨啦 他的車子騎不到 他上去一次 他下來馬上去換車了 對 對啦 所以我們應該用這個想法 開放是一條道路 真正的使用的人 他會自己去調整 會自己去判斷 對不對 你看現在的頂級的車款 各廠的 哪一個沒有超過150CC 對啊 對不對 現在幾乎女生隨便 我們這個女性同胞用的摩托車 都有125了啦 幾乎都125了啦 這個大學生 他們最喜歡的車是什麼 S Max KRV 哪一台是那個125的 女生都騎125的 男生當然從150 155 180 對不對 甚至你不夠 開放白牌有什麼問題 白牌到249也是白牌啊 250也是白牌啊 他也可以騎249.9的啊 對不對 他也是白牌啊 249.9的跟300的速度差多少 對不對 不能拿牌色去分路權 對不對 汽車有那麼多牌的顏色啊 他們怎麼不拿牌色分路權 對不對 這自動車都沒有這樣分了 對不對 四輪自動車沒有這麼分 那兩輪敞篷自動車為什麼要這樣分 對 所以 車速啊 坦白說啦 現在也沒有50系列車給我們買的啦 對 對不對 所以 不要去 當自己獲得真正的路權 升級了 你不要忘了 你們最早都是從白牌車友 成長到 現在的 黃紅牌的車友 不要自己 你們都說 這個政府 或是官員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子 你換了座電換了把手以後 你也換了腦子 你在 我們自己都在歧視 其他 用路的 白牌摩托車的 這個 同胞 那人家歧視你二輪 他剛剛好而已啊 所以呢 不管 黃綠白紅 大家都是 共同用路人 雖然我們用的是 摩托車 但是 大家是一體的 不夠 對 他會升級的 他會升級的 你不用擔心他 他性能不夠 你也不用擔心他 齁 你就開放讓他上 一直去年齁 人就是不敢逼狂的 發現你騎著那個 250的 啪啪的過去了 我騎12 在那邊追追不上齁 我跟你講 他回去標會 標會借錢齁 都去買 對 對 所以你應該開放他 考照的條件 所以 我們這次也爭取了 考照用自排的 能夠 能夠 讓所有的 車友 或是有心想要升級的人 不必要 就是一定要用 手拉離合腳拍檔的 這種車子 去被他折騰 最後這一段最重要 對不對 好